您正在收听的是SBS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sbs.com.au 闲写杠Mandarin或下载应用程序SBS Radio App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安全 仍是该活动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几起事件已经使法国首都的观众和运动员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下面请听报道 奥运会将在澳大利亚东部时间7月27号开始 开幕式定于塞纳河沿岸举行 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透露任何名字 但是暗示许多知名明星将参加此次活动 我们大胆地在塞纳河上组织了这次开幕式 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尝试过 法国以其历史和故事为傲 我不想透露太多 但是塞纳河畔将有来自世界各地和法国的艺术家 各种各样的古典艺术家 他们将讲述法国历史这是一部世界历史 多年的筹备和会议终于迎来了这一刻 让这座城市有机会大放异彩 法国当局正在利用开幕式前的每一分钟 来确保做好充分准备 一场涉及4万5千名警察和1万名士兵的大规模行动 将于周五7月26号的开幕式前夕进行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 他有信心奥运会将可以顺利取行 每个人都期待着精彩的比赛 他们已经看过比赛场地 参观过训练场馆 一切都准备就绪 而奥运村本身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那里你可以体验到公寓为运动员提供的所有机会 包括训练机会 这真的很棒 然而有关法国首都事件的报道 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法国政府准备程度的担忧 一名25岁的澳大利亚女子声称 他于上周六凌晨在巴黎被五名男子强奸 法国检察官办公室证实 警方已对这些指控展开调查 澳大利亚奥运会代表团团长安娜米尔斯表示 运动员已获悉这起涉嫌袭击事件 我们同情这名女子 我们希望她能够得到照顾和支持 克服她所经历的创伤 目前还没有太多细节和信息 我们向运动员传递的信息是 安保人员的部署非常非常严格 这样他们才能够尽快采取行动 确保自己的安全 与此同时 第九频道两名在巴黎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声称 他们在周三遭到了武装抢劫袭击 险些受伤 与此同时一份新报告让国际奥委会陷入困境 体育与权力联盟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联盟 致力于促进体育界的人权 该联盟公布了对印度铜牌得主 萨克西·马利克在里约奥运会上 遭受性骚扰的调查结果 该联盟的网络协调员乔安娜·马拉尼奥 呼吁国际奥委会改善运动员的安全措施 披露骚扰和虐待事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因此我们的行动之一是向人们提供资金 用于心理援助 法律援助 这些都是补救措施 我们希望看到体育管理机构在未来这样做 因为这就是体育管理机构应该为其照顾义务 或未能保护这些运动员而承担责任的方式 该报告还呼吁国际奥委会调查印度摔跤协会 去年6月该协会主席辛格因涉嫌对运动员进行性侵而被迫辞职 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遭到性侵的运动员萨克斯·马利克表示 这种行为不应被容忍 我所面临的 维尼斯所面临的 正在成长的年轻女孩都不应该面对 因为有这么多年轻女孩成为这种骚扰的受害者 并离开这项运动 她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被毁了 也许我很幸运尽管面临这样的骚扰 我还是取得了进步 甚至在奥运会上赢得了一枚奖牌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信心和勇气 因为上帝帮助了我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大声反对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即将举行之际 以色列人在继续对加沙的战争 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呼吁停火 人们担心以色列政府的行动 可能会对其运动员产生影响 许多抗议者呼吁禁止该国参加奥运会 法国内政部长表示 以色列奥运选手将在奥运会期间受到24小时保护 巴黎的这位抗议者表示 以色列运动员应该被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参加奥运会 运动员可以来这里但不能划以色列国旗 以色列、以色列政府这是一场犯罪的战争 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划以色列国旗 你知道奥运会是世界和平的象征 而战争罪犯来到这里这很不正常 但国际奥运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 他不愿意让奥运会引发政治辩论 奥运会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 它是国家奥运匹克委员会派出的运动员之间的竞争 因此如果我们在周五的开幕式上 就战争和冲突展开政治讨论 那么最终我们可能会有100个国家奥运匹克委员会 而不是206个国家奥运匹克委员会 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战争和冲突 大约100万人进行了背景调查 审查了奥运会志愿者工作人员 和其他参与奥运会的人 以及那些申请进入巴黎最严格控制的 安全区的通行证的人 喜欢分享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SBS普通话页面